汉哥这一次来参加合体旅行 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的突然 因为我是昨天下了飞机之后 然后听到你 我亲爱的PB告诉我 这次套解不来了 这压力还挺大的 你和姐夫的手心 都没有见过 那你紧张啥 你之前不是说你 都很有幸福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很慢热 然后需要进入一个状况 然后还要做很多 为难姐夫们的事情 可以告诉你 用了哪些准备的 没有准备 什么准备都没有 那这次你和轩宜 你要有分工吗 就在不同的环节 大家各事所所长 不知道你觉得 姐夫们不满意 姐夫们各事也不轻松 对 反正我肯定会尽我的权利 大家应该也不会为难 你害怕他们长 其实还好 这个就像就是一群朋友们出门旅行 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都会难免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 但是只要旅行的整体是幸福快乐的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其实其他的各种情绪 它只是旅行中的不同的色彩 希望这三天能带大家玩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觉得我们整个的旅行 最后收尾在这个地方就很有趣 因为我们是 就是从热 然后一路到最冷 然后最后我们又回到了终点 这也是旅行和人生的意义 就是不管怎么走 就是我们都没有忘记最初的自己 然后又回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下午后就会这样的地方 只要吃两个鸡肉 怎样吃一口 那么不够 我们下午下吃 我们下午中就会有什么